今天就是一个小课堂 是如何把毛巾变成 毛巾 如果把毛衣变成围巾的小课堂 希望你们能够开心 哎呀 怎么办呢 我没有带围巾 这有一些毛衣啊 那我们来想想看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毛衣变成围巾啊 那就是我折一折 再一折一折 这不就是围巾了吗 这样戴上以后脖子是护住了 耳朵还冷不对 没关系 怎么办不出来呢 没关系 等我慢慢翻 高领围巾 还能护住自己的耳朵 你是不是觉得头又有点冷 希望有一点帽子 小case 非常厉害的一折 就是 我看不见了呢 那就把它鲜上来一点点 是不是看起来不够时尚 那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嘻哈的技法 有没有很酷呢 羊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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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选不选冰冰 给我要 一件更漂亮的毛衣 所以毛衣变围巾 你get到了吗 我是get到了 你get不get到 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 这也不是人人都可以get到的 毕竟是这么的高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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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工作室的效果 根本就是这个样子 把男人们奖起来 幸运到脚 这样子 预备 预备 走 你看这不就有了吗 对 对 你 你就在这 你别退 好难 你 你看这 就轻轻 还有 我们踩什么 你知道吗 踩个点头 这样是吗 对 我是这样 是这样 这样 这样 去 就这样点头 这样 走啊 我找到感觉 去去去去 这样吧 差不多就行吧 没有 他活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来 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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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吗 导演 过了吗 好 第二个工作室 准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来的 这样 然后这样 对 太近了 我撞到了 还是第一口吧 第一口 第一口完美 要点复杂一点呢 该不该 怎么复杂 好看 那你们还拿杯子吗 拿 是这样啊 而且杯子里面装点水 然后倒着倒着水 这酒怎么喝 你牙也不起了 哥 能卡脸吗 我最后一部走得好尖的 好 结束了 好 可以了 把杯子还给你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您 龙哥辛苦